我算等着您了 你你你你 这又是什么呀 我特意给你送猪来 我这快成猪圈了 这次真的只有一头猪 真的只有猪 只有猪 这只猪呢 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燕窝人参八宝猪啊 它最大的功效是 不胜强筋啊 滚 不不不 它最大的功效呢 是自阴养颜 嘴是我撕了你的嘴啊 它还可以补气 你滚不滚 不是 滚不滚 滚不滚 滚 不管这么说 这只猪圈它是有好处的 你什么呢 我都砍死你 你真的 真的大夫的 我都砍死你了 看什么看 开走 车 车 顾大哥 你回来了 等我说话 我现在有急事 得出门一趟 去哪儿啊 回春堂 老婆 好些了吗 我知道 你在担心你的刘师哥是不是 有他的消息了吗 没有 贵大哥 你就告诉我们吗 什么贵大哥 不知道叫点好听的给我听吗 好哥哥 你就告诉我们吧 我已经叫人去打听了 只要他还活着 我就一定能够找到他 真的 谢谢贵大哥 好好的 我去去就回啊 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他已经去打听了 如果找得到刘师哥的话 绝对会把他带回来的 怎么还没到啊 哎 你确定通知到围乡主了吗 通知到了 我亲手交给他的 还能有错吗 真是的 你交给他了 你交给他什么了 那么多人 我当然什么都不能说了 他又不识字 我就画着画 哎 他不会连画也看不懂吧 你才看不懂 我现在来了 我现在来了 相主 我现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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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画骑马的人 就是指马上 赶着杨回村子呢 就是指回春 对对对 手里拿着卖牙糖呢 这练起来 就是马上回回春糖 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 几位大哥 这么急 赵小弟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啊 我现在来了 这是给您的请柬 啊 喂 相主 这 这样 你什么意思 我 这江湖拜田呢 是有规矩的 一拿到拜田呢 首先要仔细观察上面 有没有案情 如果有案情呢 那就是朋友 如果没有 千万不要轻易打开 说不定那敌人 在这拜田里面 装上机关暗器 明白吗 唯一相主英明 嗯 碰 看你吓的 放心吧 我已经检查过了 很安全 这样 你念狗听 是这个 慕王府的慕剑生 要请咱们 去赴宴 慕剑生 不就是小郡主的哥哥 对 他这么快就知道 我们把小郡主 藏在我那里了 不会想拿他 和徐大哥交换吧 不不不 不可能不可能 这把小郡主藏到宫里 就 就咱们几个人知道 他不可能知道 那 他为什么 要请我们吃饭呢 这个 嗯 这样 咱们最好 先摸清楚 再做打算 好 人家送来了 如果不去 摆明就是心虚 有损天地会的声誉 但是如果去呢 我又怕 艳无好艳 惠无好惠 万一 他们有什么想法 行行行行 我看啊 咱们还是让 唯乡主来定夺 我 请我定夺 既然这样 那就不去 不 不去 这 白不去 咱们哪 就去吃它的喝它的 正所谓兵来降挡 水来突掩 一来伸手 饭来粘口 就算是有毒药 咕咚一声也得 跟我喝下去 既然是徐大哥的事情 就是让我上刀山 下油锅 我眼睛 都不会眨一下 正所谓 英雄不怕死 怕死不英雄啊 唯乡主英明 唯乡主与各位英雄 大家光临 在下有失远迎 还请见谅 不敢当 不敢当 不知道 小公爷今日约我们来 有什么要指教的 唯乡主稍候 有请师父 师父 这位就是 天帝会青木堂的唯乡主 唯乡主 这位是在下的恩师 江湖人称 铁背苍龙 刘老师父 久仰久仰 刘老爷子名满江湖 晚辈是敬佩得很哪 久仰久仰久仰 天帝会果然是英才辈出 北乡主如此年少 真是武林中少见的奇才啊 这个年少呢 却是有 奇才嘛 就不敢当了 那日被北二侠捏了一下 疼得我妈都叫出来了 你说好不好笑啊 刘老英雄当年怒江珠三霸 腾飞灭清兵 威震天山 是我们后辈的榜样 是啊 是啊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还提到做什么呢 师父 您和围乡主请上座 好座好座 行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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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请徐师傅进来 这徐师傅是谁 不知道 这又柳师傅又徐师傅的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不是跟我们做生意一样吗 先把实力展示出来 给咱们下马飞